CPI指數創了40年以來的新高 廢得不得不升息打通膨 市場情緒極度的恐慌 台股周線跟著狂瀉818點 滿手電子股以及面對融資嘴角的投資人 你是不是在想我該不該斷尾求生 在恐慌的行情之下 我們都需要有做正確決定的勇氣 別怕訂閱股市政潮店 幫你指引方向給你滿滿的股氣 之前節目上有些提醒粉絲們 生技族群在一片慘慾之中表現最穩定 接下來行情又該怎麼掌握 投資人在斷電求生之後 資金又該何去何從呢 今天股市的炒店要帶你抓住 另一個資金幣封港 趕快訂閱股市的炒店 讓你不再猜測 下個禮拜的行情 我們已經幫你準備好了 趕快按讚、訂閱、留言、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股市的炒店 投資不斷線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Coco 今天是星期五即將就要放假了 但是台股今天竟然來了一個破底危機 這該怎麼辦呢 我們今天節目現場呢 邀請到的是江國中分析師 來幫我們解答 歡迎老師 老師好 哈囉大家好 待會給各位今年第三季 滿滿的規劃喔 好的 那我們趕快來看一下呢 今天的主題要帶給大家是什麼呢 我相信很多投資朋友都開始恐慌起來了 因為CPI升高了 而且呢 費得又想要去打通膨 所以也是升息 預期7月有可能會升息3嘛 那這個恐慌性的沙盤 也讓周線是狂洩了818點 是不是真的要跟股票說拜拜了 難道說我們真的要斷電求生嗎 要把電子股拋棄了嗎 那今天熱炒店也會告訴你們呢 要提防多殺多 老師今天會給我們滿滿的股氣 什麼是股氣呢 就是在做股票的時候 很多關鍵時刻 我們都需要做決定 這股氣要怎麼來 今天來聽聽看老師怎麼說 以及呢熱炒店都會幫大家 掌握最強的資金避風卡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 生計以及車用零組券 都是安全的地方 那也相信呢 之前有看我們節目的朋友 目前呢 那時候有上車的話 現在應該都是挺安全的吧 那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的台股走勢呢 在昨天美股暴跌之後 當然台股今天也難掏殺機 一度是下殺了260點 灌破了潛播的低點15616 像今天的台積電也是一度失守了500大關 電子全職股賣壓非常的沉重 而週限呢也是連兩黑了 兩週都是週黑的 本週是大跌818點 今天是收在15641點 跌197點 跌幅為1.25% 成交量放大到2078億 歸買指數的部分呢 跌幅為1.19% 成交量為638億 先帶大家來掌握一下 三大法人的狀況 外資呢是中止聯俄買 今天轉為賣超為176億 投信是賣超30億 合計總賣超237億 外資買了群創 趙鋒金 開發金 新興以及玉銘 賣的呢則是聯電 華航 利基電 台積電以及元大金 投信今天買了聯電 利基電 陽明 文業 東和鋼鐵 賣的呢則是群創 趙鋒金 長榮行 華航以及中鋼 留給大家來做參考 老師 我相信呢今天大家呢 面對台北股市都會覺得 天啊 殺生隆隆 該怎麼辦 而且今天成交量也放到大3000億了 最想問的就是 下個禮拜 到底能不能止跌 這個止跌跡象我們怎麼看 好的 其實台北股市 目前今天是剛破底 破了前低15616點 然後投資朋友 其實你可以去跟美國股市 來做個比較 有沒有 說美國昨天晚上的收盤指數呢 稻窮是29927 你知道嗎 他已經跌到去年的1月28號的低點 那個時間去年1月28號 台北股市是在15087點 有沒有 也就是說台北股市 其實激起比這個 下跌的幅度之後呢 它的底部是比這個美股高 特別是納斯達克有沒有 昨天晚上收盤是10646 它已經跌到前年的9月23號的低點 前年9月23號台北股市的位置在哪裡呢 在12800啦有沒有 今天台北股市還在15641點 也就是說這一波美國股市 下跌是全球股市 下跌的元凶 可是我們的雖然是下跌 雖然是破底了 它的基期相對的位置 是比美股高很多 所以我認為即便有低點 可能不會太多 待會會給各位做詳細的分析 好 那既然如此呢 我相信大家會常常聽到 一句話說什麼 你生活一定要有底氣 投資要有勇氣 而不是楊靖茹給的 我們自己給自己的 以及呢 因為在做股票的時候 其實很長時間 像這個情況下 有可能就要做關鍵性的決定了 所以今天呢 我們熱炒店會幫大家 來尋找各位的股氣 到底要怎麼來 所以呢 我在這邊呢 有幫大家整理了三個部分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在做決定的時候 都常遇到 就是這個關鍵的時刻 那老師就麻煩你 給我們大家一點點股氣囉 那記得先按讚 訂閱留言加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 好 那第一個呢 就是我相信現在很多 投資朋友的手中 電子股其實還是蠻多的 而且電子股現在 在跌這麼深的一個情況之下 像台積電今天又看到四字頭啦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要避開電子股 還是要停損 好的 我想這一波的下殺呢 主要原因是什麼呢 說大部分的人 市場的參與者 我認為即便是園區 有一些他們懂產業的人 他們也今年也認為 不認為說 今年的台灣的科技業的景氣 有衰退這麼多 消費性電子確實是銷售啊 庫存有增加 銷售預期有稍微下降 可是沒有下降這麼多 也就是說即使業內的人 這波也是損失慘重 所以在這種背景之下呢 我認為目前已經平臨破底了 盤中有破前低15616 那一定會有一個恐慌性的殺盤 那你要如何去做應對呢 我給各位一個建議說 由你的持股比重來做一個取捨 來做一個去留 也就是說假設你的目前持股水位 仍然在5層6層7層以上 我認為逢反彈 你必須做減壓的這個動作 先做減壓 在一個空頭的修正的過程當中 不要讓自己投入太多的資金 這樣子你才會不會 因為恐慌性的殺盤有沒有 失去了理性的這個判斷 這個很重要 那先把資金降到兩三層 甚至以下都無所謂 耐心等第三季落底的這個機會 我認為是目前比較好的建議 是 那大家現在手中 要開始減少持股的比率了 那我們現在要不要提防多殺多呢 像是這個融資維持率 要怎麼來做掌握呢 好 勢必這是很重要的 剛剛主持人Coco講的 提點的很清楚 因為我們去回顧 前年的提點有沒有 新冠肺炎剛興起的時候呢 我們殺到8523 8523是如何出來的 帶量啊 下殺取量 融資多殺多之後 才出現了8523的契機 前年出現一次喔 那去年是第二次有沒有 台灣是本土疫情爆發 台北股市殺到15159 15159帶7000多億的成交量 有沒有 也說每一次 多殺多的尾巴都是下殺取量 那這兩天量有稍微增加了 融資的減幅也有點擴增 所以目前是有可能出現 融資多殺多的情形 也就是說耐心等 等到有一天你認為 很恐慌的時候呢 突然間爆量 像今天爆3100我認為還不夠 假設未來的低點 有機會爆出3500啊 甚至4000億元 籌碼就有機會獲得換手 那一旦籌碼獲得換手 它底部的新的契機 就有可能由此誕生喔 老師那這樣子 我們要斷尾求生囉 對 所以我所說 剛剛各位提點的 很重要對不對 你現在假設持股 5、6、7、8、9成 那未來萬一碰到融資多殺多 你會痛不欲生啊 你會壓力很大嗎 一個人在壓力很大的情況之下 你做出判斷都是不理智的 就會變成一個情緒失控 所以我認為先減壓 讓自己的持股比重降低 即便再繼續 萬一真的發生多殺多 你的損失不會太重的情況之下 你才能夠清楚的看出 有沒有出現一個新的轉機的 一個契機浮現 好的 那老師剛剛呢 舉例的都是手中有股票的朋友 那有一些呢 手中沒有股票的人 滿手現金的人就會想說 哇 跌成這樣 我是不是要危機入市呢 這個危機入市就見仁見智 但是我的看法是什麼 你必須等很多訊號啦 比方說我剛剛講的下殺取量的 融資連續三天 連續五天 有出現一個大減的這個狀況 那另外就是說 在技術面必須有短底的成型啊 我們通常說短底要如何浮現 最近不是連續 本週是連續破底嘛 一天的低點 都比前一天來的低對不對 也就是說你要發去 觀察一個短底的情況之下 至少三天要不再破新低啊 三天不破新低 三日均線 五日均線能夠 由下彎的變成一個走坪翻陽 那個短底才會出現啊 所以耐心至少先等短底 有一個浮現的氣力之後 再進場還來得及哦 好的 那我們現在呢 資金要往哪裡去 是比較安全的地方呢 之前我們熱炒店 有幫大家掌握兩個地方 第一個地方就是生技族群 以及車用零組件 那其實在生技族群這個類別呢 我們在情急急 就已經跟大家不斷不斷的分享 因為像藥華藥我們就從200元 幫大家追蹤到現在 漲是真的是蠻可觀的唷 那如果那時候有跟到的朋友 那你們算是蠻安全的啦 因為現在就漲漲漲不停 那如果想要了解更多資訊 一定要鎖定我們 股車炒店先把它訂閱起來 那另外一個族群呢 焦點就是落在 汽車零組件了 那我們今天有幫大家抓出 盤面上最熱門的汽車零組件 要由老師來移植到技術線圖 來幫我們來做解析 那第一個呢就是東洋了 好的 我想最近的盤是 因為電子股 還是在沙盤的這個重心 那特別是我剛講過的 美國股市納斯達克他的跌幅 他的比重他的形態 確實跌得比稻窮還要兇很多 導致跟臺北股市 比較聯動跟納斯達克 聯動性比較高的臺北股市的 電子股的科技業呢 反而是首當其衝的受害者 那資金 市場資金是聰明的 當他從一個有危機的族群 撤出來之後 他一定會找什麼 找一個有升級的地方 來做一個前進 像之前的生物科技股 或者說在很多藥環藥式指標股 漲上去之後呢 他引導了很多 其他的生物科技股的族群呢 形成一個量價奇揚的走勢 是一個趨勢蠻穩定的 一個趨勢 那我們來看這個東洋 東洋是去年一整年都沒有漲 然後呢在目前我們說 這個電子股的消費性產品 因為中國封城的關係 還有景區有衰退的 遺雲的影響呢 他確實是訂單有遞延 甚至有稍微被抽單的情形 相較情況之下 消費性電子確實是有點一個停滯性 車子有點小衰衰的情形 可是車用是永遠不滅的趨勢 我們看到今天早上最新的數字有沒有 上一季那個特斯拉 他的出貨有30萬台 也是創下歷史新高 也就是說目前看起來 這個趨勢是蠻確認的 東洋這是很標準的汽車的零組件 有沒有我們看均線 你現在很少能夠看到一個族群 像是一檔股票 十日均線 月線 季線都形成 大多頭排列的 黃金多頭排列 東洋這是一個 非常非常明顯的一個態勢 目前沿著均線往上做上漲 他只要兩條均線 最上面的是十均啊 還有這個是 我最上面是五均 第二條是月均線 五均跟月線沒有跌破 如果沒有形成一個死亡 叫他之前 都有可能沿著一個正向的趨勢 往上做創新高 是 而且老師我也都有學起來 像MACD的戰法三部曲 他都是成立的 對 完全百分之百成立 所以我說這是一個 很基本的基本功 大家可以多加來做運用了 好 那另外一個呢 是胡連 好 這個胡連也是 待會我們也會跟各位 繼續做分享說 他也是一個車用的零組件 一個龍頭中的龍頭 你看喔 其實他有個特色啦 最近在台北股市下跌過程中 能夠逆勢突圍的 都有一個特色是什麼 那特色呢 過去半年都沒有漲 比如說這個籌碼會有一個什麼 資金的輪動的效果 聰明資金會做移轉的這個效果 那因為他過去一年沒有漲 基期比較低的情況之下呢 在MACD戰法還有軍線 全部都站上 目前也形成一個 大多頭排列之下 橫盤之後呢 我們認為有機會 未來會緩步的墊高 那另外一檔呢 是地堡 地堡 你看這裡是做車燈了有沒有 這裡是完完全全 過去一整年完全沒有動 人家去年第二季 第二季第三季 很多電子股標兩倍三倍 甚至有七八倍的同時 它完全都沒有漲 目前看起來也是一個 浴火重生的態勢 主要是過去的一年 籌碼沉澱的太久之後呢 它目前然後又搭配到 車用的這個興起 目前資金有進成一個 觸擁的這個情形 均線也是一個大多頭排列 那後世我們認為 只要大多頭排列 均線沒有跌破 五軍跟越軍沒有變成 死亡交叉之前 應該都是還是相對安全的 是那現在呢 在台北股市在大跌的 一個情況之下呢 大家的資金還是要前往 比較安全的地方 來守住大家的錢錢 因為錢的賺錢真的是不容易啦 所以今天股市熱炒店呢 給大家滿滿的股氣 那如果呢想要了解 更多未來會漲的股票 以及呢任何的技術現行 要怎麼操作 都可以鎖定我們熱炒店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上9點半 準時的在YouTube上面鎖播 歡迎大家一起來收看 記得按讚訂閱留言加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 螢幕上面有老師的Lighter跟Telegram 大家都可以加入跟老師互動 還有交流老師的MACD戰法 是真的是非常的厲害 讓大家呢在操作股票市場裡面 都可以無往不利 我們再次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 掰掰